各位老师好 我是来自一安班的邦子清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 狼来了 从前有一个海举长得胖乎乎的 龙眉毛 大眼睛 挺聪明可爱的 可是他有一个毛病 爱说谎 有一天他一个人在山坡上放羊 羊在池塘 他自己坐在一块石头上 看着住的时间久了 他觉得这儿没人跟他玩 麦克风就像一个主题 对我骗骗大喉 他站在大石头上高声来 不好了 不好了 狼来了 狼来了 地里的人都听见了 里格纳奇斧头连到爬来了 哎 孩子 狼在哪儿呢 这个孩子一看把大火额都给骗来了 他乐得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我骗你们玩呢 没有狼啊 没有狼啊 大火额一看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四个杀很骗人 都很生气地走 第二天 这个孩子又在山坡上放羊 狼真的来了 这只狼 使着羊 动着眼越来越逼近了 下着他大喊 不好了 不好了 狼来了 狼真的来了 地里的人都听见了 可是 一个人也没有来找他 为什么呀 因为他上次上网骗人 就没有人在相信他的话了 那只狼咬上了他的大腿 还掉走了一只羊 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 撒谎是一种不好的行为 我们做人该诚实 我们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大家